中央女從外套拿出鑰匙 但她不是要開門上車 而是蹲下來 刻意朝特斯拉猛力一刮 這下不得了 車身出現兩個洞 女子卻拍拍屁股 開車走人 真的蠻生氣的 這個行為很不理智 而且刮別人的車 真的是很不道德 可是她先生很冷靜的 就是請她不要說話 然後她先生出面就一直道歉 梅生鬥子去泡個湯 愛車卻遭人惡意亂刮 八號中午十二點多 謝先生和妻子 在台北北頭某停車場停車 因為隔壁女子車沒停好 提醒她要小心注意 沒想到換來的是女子刮車卸分 我們在派出所就和解了 對 她就是全額賠償我車損的部分 車模破損的部分 可能整面都要重貼 那金額大概在一萬多塊 要加上百萬 買了一年多的特斯拉 花了七萬多全車包模 幸好這回哨兵模式 排上用場 也就是一公尺內有動靜 就會發出警示通知車主 過程全都被拍得一清二楚 只要有人靠近 他就是會直接自動就會開啟了 對對對 因為他主要就是為了要防範說 就是可能車子在停在路邊的時候 可能會遭受到一些碰撞啊 或者說有人人為的破壞啊之類的 警方調閱監視器追車牌 通知女子到案 事後兩人和解 但可別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所做的一切都已經被第三隻眼 排了下來 華日新聞 教堂張德森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